第九百九十九集 你以为你独流转世就可以和我抗衡 你的敌人从来不是我 我完完全全可以把你碾压 你从来都是造化原始的棋子 当然也是我的棋子 现在我就炼化你的独流本质 剥夺你的天君本源 逼迫造化原始显现出来 方寒面无表情 看着自己的大敌就这样被提在手上 没有兴奋和激动 有的只是理所当然 就好像一位君临天下的帝王 似臣子死亡一样的简单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方寒 你 你不会得逞的 你的下场只能够被我最后污染 导致堕落 你现在的强大 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华天都还不死心 原始之主 造化先王 快点出来救救我 诸王不是万能 而我 无所不能 方寒就说了一句 巨大的力量就灌入进入了华天都的体内 他体内的火焰一鼓鼓的生腾出来 那些毒瘤 如血肉一般的蠕动着 被烧得滋滋作响 最后冒出来了青烟 他的天君本源 也被方寒除去 化为了一道血色长虹 冲入寄园神阵之中 咔嚓咔嚓 华天都体内法则破裂 修为居然跌落到了先王以下 华天都现在真正的落入了方寒的手中 诸多先王都惊异的发现 他的毒瘤之气 真的无法对方寒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被寄园真火 一点一滴的炼化 那些蠕动的血肉毒瘤被烧焦 化为了飞灰 似乎是受到了毒瘤被消灭的感应 这片天地的毁灭黑色风暴都变得小了一些 似乎天地大劫 就是因为化天都的毒瘤才引起的 如果消灭了毒瘤 那天地清明 从此之后 无灾无节 化天都是一切结束的根源 化天都的修为 也直接跌破到了先王以下 他的本源 几乎是被方寒抽去殆尽 所有的骨子 神物都被抽了出来 一生修为 富于东流 他的眼神也开始暗淡下去 怨毒之气 却越来越重 远世之主 造化先王 快点来解救我吧 他的嘴里 反反复复 就着两句话 此时此刻 面对方寒 他真的是无几可视了 方寒在他的心目中 就好像一尊 永远也无法击倒的巨神 武道罢主 任凭千般计策 万般阴谋 也不能够对方寒造成半点伤害 方寒 我恨啊 恨为什么不在世俗中就杀了你 和你来什么十年之月 早知道如此 那个时候斩杀了你 我就能够得到永生不灭的真谛啊 他现在心中唯一后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世俗之中 和方寒进行什么十年之月 没有直接把他斩杀 那个时候 斩杀了方寒 是多么轻松的一件事啊 十年之月 真是太长了 居然拖到现在才解决 方寒常常出了口气 华天都 斩杀了你 也算是了结了我的一份因果 可以使我 最终到达最高的境界中去 你身躯中的盘武先尊躯体 也给我出来了 一阵巨大的轰鸣 在那蠕冬的血肉毒瘤中 一寸盘武先尊的躯体 冉冉出现 投入了机缘神阵中 滋养着 华天都的气息 再次衰弱 他没有了一点的价值 是到杀死你的时候了 方寒就要输送法力 一举轰破华天都 真正是在消失于天地之间 是吗 方寒 你杀他看看 你若能够杀死他 我原始之主就真的佩服你了 你要他死 我偏偏要他活 就在这时 一股声音响出了起来 居然从永生之门中传递出来 一道滔天的魔气 居然掩盖住了那永生之乏的威力 冲破层层阻隔 来到了方寒的面前 直接击破方寒的封锁 把那股力量 关注进入了华天都的身躯中 哈哈哈哈 华天都大笑散声 再次张扬起来 浑身精气澎湃 直接就回到了最权盛时候的景象 而且功力还要坚定 他对方寒 展开了最为淋漓的攻杀 方寒 我就知道 原始之主 造坏先王 会来解救我的 他们还是要借助我的毒瘤本质 最终 一起来对抗你 呼 华天都一拳 直至方寒的面门 猝不及防之下 突然袭击 肘叶之变 可谓是有血剑无步的惨烈 但是 方寒轻描淡写的 伸出了一只手 凭空而来 鬼神难测的一手 就稳稳当当的 抓住了华天都的拳头 使他无法动态 然后 巨大的犀利 勃然而发 所有原始之主 这号称先王中最强者灌输的力量 都进入了方寒的身躯 此时此刻 华天都就好像一个通道 原始之主传递给他的法力 变化成了给方寒灌顶 这一刹那之间 方寒的实力 再次增加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他的背后 一尊原始之门 都被凝裂了出来 嗯 果然 这一下的变化 原始之主也发现了 方寒 你还真是深不可测 他立刻停止了灌输法力 因为他知道再这样下去 不但解救不了华天都 反而只会给方寒 增添修为 不灌注了吗 方寒仍旧是一手提着华天都 轻描淡写的道 原始之主 你说能够解救华天都 怎么现在还不能呢 我要杀的人 谁都无法阻止 包括你 原始之主 史上最强先王 也不能够 凡 凡凡 华天都再次虚弱 脸上的怨毒 已经变成了真名 你好狠 你借助我身躯 来获取诸多贤王的力量 他们给我关注力量 其实 都是关注给了你 不错 你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方寒冷冷地看着华天都的眼睛 现在 你知道 不过是我手中的一枚棋子了吧 跪下吧 方寒到华天都 想伸下一丢 顿时一股大力就镇压下来 使得华天都轰击地直接跪在了地上 屈辱的动弹不得 不 方寒 我坚决不会向你下跪 华天都的子孙 从内心深处 声唐了起来 使他一下子就站直了身躯 跪下 方寒又是一声断喝 顿时力量更大 弥漫下来 以他自身为中心 雪花片片 每片雪花的中心都写着一个柜子 这个柜子是刚刚从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 华天都在柜子面前终于忍不住跪下了 但是 内心中的屈辱简直是无穷无尽 他是第一次向方寒下跪 也是最后一次 想不到 自己一路走来 在世俗之中高高在上 在天界又很快修成了天君 最后 在天地大破灭的时代 修成了先王 但是 最荣耀的时刻 却又是自己最屈辱的时刻 你是不是感觉到了屈辱 我正是要让你感觉到和我作罪的下场是什么 方寒看着跪在自己脚下的华天都 现在 是到了真正送你上路的时刻 谁都解救不了你 空落 方寒直接就是一掌 轰击在了华天都的头颅上 顿时 那独流之气冲天而起 在熊熊火焰之中 化为了灰烬 最后 就剩下一个灵魂 是华天都的灵魂 没有一点独流的气息 本源明静 华天都在对方寒进行的最后的诅咒 方寒 我诅咒你 永生都失去自由 诅咒你无法开辟新天地 我在将来必将重生 独流无法消灭 是吗 方寒在空中书写着符文 最后 从永生之门中的一个字出现了 这个字 是痴 痴子 化为了一张大口 咕咒一下 就把华天都吞了下去 消灭了他所有的声音 磨灭了他所有的记忆和本质 最终 那个痴子 再次进入了方寒的身躯 现在 方寒几乎是掌握了所有的骨子 他就是一个文明 千百个文明的聚合体 他获得了稻子 对于所有的诸天骨子 都有绝对的控制权 痴子 吞掉了化天都 从此以后 化天都就彻彻底底的消灭在了天地之间 所有的独流 也最终消灭 在化天都毁灭的一刻 所有的黑色风暴都停留了下来 整个天地大破灭 似乎已经过去了 天地之间 一片鸿蒙和混沌 许多元气 纷纷的沉淀下来 所有的人都闻到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这天地发生着新的变化 混沌和鸿蒙发生着新的变化 不知道 未来是一片什么天地 鸿蒙道人和洪黄祖龙 世间自在王佛 点点头 他们的眼睛 看向了永生之门的深处 这会儿 原始之主 造坏先王 应该会出来了吧 他们 在永生之门深处 探索得到了无穷好处 不知道到底探索到了 何等的深处 永生之门 沟通着另外一片天地 也不知道 里面究竟是什么 就在三人议论之间 突然 永生之门猛的一阵 两股浩瀚的气流 冲了出来 比真理 次元 起元先王 要强横许多倍 原始之主 化为一股魔器 凝聚在九大先王面前 是一个白袍老者 不过 背后 有一座原始之门 这座门户 比任何门户 都要强横得多 其中无数的魔鬼 哀嚎传递出来 居然隐隐约约 有一种要赶超 永生之门的气势 强 任何先王天君 看到了元始之主 都会显现出一个字 那就是强 强得无边无际了 几乎是所有能够 到达天君的巅峰 不过 元始之主虽然很强 却不是最吸引人目光的 最吸引人目光的 是最后降落下来的 造化先王 造化先王 显现出来了真实的面目 居然是和白海禅 一模一样 没有一丝一毫的威严 有的 只是慈祥 看着方寒 好像当年 在世俗之中 传授方寒法力一般 我的徒儿 想不到 你成就 到达了现在这样的地步 造化先王 发出来的语气 和白海禅 一模一样 当年我造就了你 如今这个缘分 该怎么样摆平呢 事情 终于真相大白 造化先王 居然就是白海禅 或者说 世俗之中的白海禅 是他所画的一个分身 造化先王 我早就应该知道 白海禅是你 方寒淡淡地道 你的算计很深刻 居然在最后关头 还有这一桶因果缘分 使得我不能够了结 不错 造化先王道 我是种植下了这个因缘 虽然说 你已经逃过了因果 奴役了大盗 但是 我已经把这一份因果 种植在了永生之门的核心身处 你如果不斩断这份因缘 就无法催动永生之门 甚至 无法再造新的天地 如何 造化先王 似乎掌握了绝对的优势 他用手一指 立刻之间 那永生之门的内部 似乎隐隐约约 出现了白海禅的影子 使一个因缘 不能够消灭 造化先王 居然就是白海禅 在世俗之中 彻底把方寒 带上了修真之路的那个人 这一份因果被深深的刻印在了永生之门中 就算是方寒无视一切因缘 但是 这却不能够回避过去 方寒 我倒是觉得 你究竟有什么办法 解开这段因缘呢 原始之主说话了 他的脸上阴森闪烁 背后的原始之门散发出来了无与伦比的强横压迫之神力 猛烈吞吐 似乎要把魔念都传递到达整个宇宙 使这下一个机缘再度化为魔的世界 他的力量让人胆寒 曾经舍弃了身躯 在永生之门中重新铸造 比以前的更加强横 这段因缘 我早就想解脱了 方寒深深地看着造化先王 你化身成为白海禅 把我引导上修真之路 这是莫大的恩惠 现在 我也给你们一个永生的机会 什么机会 造化先王 神色一灵 他虽然神秘莫测 但是却全然不知道方寒在想些什么 不过 方寒是永生之门的麒麟 曾经最强横的存在 这个机会 就是杀了我 你们就可以获得 我所有的修为和特性 最后 和永生之门融合 成为永生之路 方寒 复首而立 悠然而行 我给你们所有的先王 一次机会 你们联手斩杀我 我不反抗 接下来你们一击 只要你们能够杀死我 就可以获得永生的希望 同时 我也化解 这一次因缘 造化先王 你在世俗中 把我真正引导上了修真之路 现在 我把你引导上永生之路 一报还一报 这个因果 你就真正了结了 如何 方寒居然提出了这个建议 顿时 把无数的先王 都震惊地待着住了 什么 站在这里 不反抗 让我们杀 你以为 你真的是永生之门的本体 杀 我们一起出手 元氏之主啊 你应该有斩杀方寒的把握 这方寒到底是想干什么 难道真的以为 不反抗的话 我们无法杀死他 听见这个建议 方清雪也是一脸苍白 从纪元神阵中闪烁了出来 看着方寒道 方寒 这 这样做你太冒险了 你现在 真正挡回了智固 斩杀了华天都这颗毒瘤 迎来了 你最强横时候的全盛时期 不斩杀因果 这些先王 也奈何不了你啊 你 你何必要如此呢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 唐天玄幻小说 永生 必求 你最后